很多女人认为一个男人要是很爱一个女人 那她肯定要非常关心女人,疼爱女人 如果你们在生活中男人对你发脾气,凶你 有些女人就觉得男人这样是不对的 埋怨男人对女人发脾气 其实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男人不够爱你 男人会骂你,也是因为他很爱你 你在他的心里很重要,你明白吗? 第一,你怎么还不睡觉啊?熬夜有什么好的? 大多数女孩子都喜欢熬夜追剧 不看完的话心里不舒服,不想睡觉 一定要看完,在你的男人看来这样是不对的 他可能会批评你,对你说你能不熬夜吗? 难道这些电视剧比你的身体健康还要重要吗? 干脆你钻进电视里得了 虽然男人这样松你,但是他并不是真心想要对你发脾气的 这也正是说明男人很在乎你,他是爱你的 因为熬夜是很不好的习惯,尤其是对女人 熬夜会伤害皮肤的 所以他不希望你熬夜,他很心疼你,他希望你能健健康康岛 第二,你怎么这么笨啊? 如果你买东西或做什么事被别人给骗了,然后男人骂你笨 他可能会很生气,很伤心,你都被骗了他还骂你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其实你知道吗?男人这样骂你并不是在侮辱你 而是他很担心你,因为他很在乎你,他的心里也是不好受的 他也在责怪他自己没有保护好你,没有帮你参谋 他以后会慢慢教你的,相反 男人如果不爱你的话,他就不是骂你笨,他还会骂你比其他侮辱性的语句 比如说你没有脑子,说你智商低,总之对你一顿数落 第三,你还是小孩子吗? 男人对女人的爱是很实际的,会从许多小细节上体现出来 比如,比起女人,男人会非常关注女人生活中的兴趣和习惯 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他会非常小心 只要女人受了一点点委屈,他就会很难过 男人见自己的女人不合理地吃饭,经常不吃早餐 或者老吃一些零食,外卖,或者随便吃一些东西 男人见女人不把健康当回事,就会非常担心 然后他可能会骂你,你还是小孩子吗?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啊 吃饭都不会好好吃 虽然男人这样骂你,但是他真的在乎你 他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 你什么时候能长点记性 很多女人总是丢三落四的 不是这个找不到了,就是那个找不到了 然后把家里放个底朝天 或者是女人忘了做什么事情 然后把一些事情搞砸了 这时男人会很不放心 他可能会责怪你 反复地对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长点记性 他虽然嘴里这么说着 但是却对你担心得不得了 会更加操心你的一己欲动 第五 不是让你这样做吗? 你怎么就是不听? 有些女人由于工作中要一连的几个小时坐着 缺乏必要的运动和基本的锻炼 所以现在很多办公室工作人都有职业病 而这些职业病也是不可忽视的 然后男人告诉女人要怎么锻炼 如果女人没有这样做或者少做了 男人会生气地责备女人 不是让你这样锻炼吗? 你为什么不听? 你不知道连续这样的工作会对身体不好吗? 其实他也不想这样骂你 可他实在是很担心你 他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第六 在你不努力的时候给你压力多促 这是个很容易让女人误会的方面 因为男人的思维和女人思维有着很大的程度不同 一个深爱你的男人 他有很多时候想到很多种可能 为了能让你在所有的可能性发生的情况下 都能从容面对 他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心理 他们想要保证 无论自己在不在 女人都能很好地照顾和保护自己 从容面对生活 很多人在感情世界中只看表面现象 特别是没什么心思的女人 很容易根据表面现象去猜疑和揣测 最终和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而分离 其实很多时候 会这样骂你的男人其实是深爱着你 大家明白了吗?